好 再来关心台语竟然成了叛逼台湾人的通关密语 来看五月初一名默信的陆克以医美渐渐的名义来台湾 却托团跑到台北市公管商圈和这个永康商圈来行起 警方巡逻的时候以为他是一般的街友用台语来问话 但没想到他根本听不懂警方立刻察觉有意 揭发他根本不是台湾人 台北市公管商圈人来人往 超商角落跪坐着一名身掌人士 拐杖摆在旁边 前面放着一个红色小盆子 不停向路过民众磕头拜托 希望大家发挥同情心 赏点钞票或零钱 让闹商去兴起格外突兀 也引起警方注意 他穿着很像游民 所以我就用台语的方式 我就问他说 你是多一人 你有杂志吗 然后他完全都不是很理我 然后也没有在听我在讲话 上前询问才发现他听不懂台语 眼神闪烁 感觉怪怪的 疑问之下 原来这名刑起的男子来自对岸湖南 上个月初以医美名义来台 却在机场脱队 到台北闹区到处刑起 预期拘留超过半个月 利用台湾人的爱心 每天能乞讨2000到3000块不等 不只台北新竹也有假和尚刑起 民众不愿掏钱 甚至飙出口骂路人 还做事要打人 利用老百姓的同情心 讨钱不成 还想动粗 实在可恶 中文新闻阿公 杨曼 周渔 台北综合报道